好 看第一型曲面积分 三 第一型曲面积分 概念与对称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还是在基础 当然讲的基础上 我们想把这个问题呢 再给大家重复讲一遍 穿一遍 我们的二重积分是这样的 它是定在一个二维平面区域上 那么上面一个曲面 对吧 大家 然后的话呢 是这样一个大面包 是吧 记得啊 这个体积 那么把这个底边的这个平面区域呢 切切切切切 切成一个一个的底Sigma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小块底Sigma 上面一个小块 这样的话得到一个小薯条 上面呢是Fxy 这样是一个小薯条的体积 然后在整个地上呢 做二重积分 这个呢就得到了确顶柱体的体积 好 你现在听好了啊 现在呢 我们有好事者 把这个底这个平面啊 给它掰弯了 请注意啊 这个曲面是底下这个定义于 这个平面区域啊 给它掰弯了 是吧 那么于是的话呢 它就写成了Z等于Zxy 它是个曲面 好 在这个曲面 我们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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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这切出来的这一块呢 叫做D大S 这个叫面为分 下去啊 那么于是呢 这个面为分啊 听好了啊 这一块面为分 这个上面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做Fxyz 表面上看三元函数 其实呢 Z等Zxy 所以这个Z呢 是xy的函数 所以它实质上是二元 它是尾三元 不是真的三元 实际上是二元函数 啊 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的话呢 一般来讲 因为这个从几何上 它是有意义的啊 因为它这是高度乘以面积嘛 它是有几何意义的 可是我们更多强调 它的物理意义 什么呢 这个是面积了 这个呢 就当做这个面密度 对吧 面密度 成面积 就这一块呢 它Fxyz 乘上D大S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叫做D小M 就是质量啊 回元 然后你在整个Sigma上积分 得到的是这个曲面的 总质量 对了吧 我们后面的音韵不就有了吗 这就是一个质量问题 总质量问题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 这个D型曲面积分 是这样的 好了 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呢 我们来看对称性 那大家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跟我们的二重三重积分 和一型线积分 它对称性 就是完全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给一个Z 什么XY 是吧 可以这样画是吧 好 假如说呢 我们有个曲面 关于YOZ面对称 比如说有个曲面啊 关于YOZ面对称 那大家想 前面这块呢 取一个点 叫做XYZ 那么大家注意 它后面对称点叫什么 是吧 负XYZ 好 你就明白了啊 我们这个D大S是一样的啊 所以如果小F等于小F 那么就这个位置 一个F乘算D大S 和这边呢 是F负XYZ乘算D大S 如果两个小F相等 各位怎么说 很好 那么就是两倍的 你算前面这块 SIGMA1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F等于负F 那么几何量就抵消了 那么结果是0 我想大家懂了啊 我们的这个对称性 到此为止 二重积分 三重积分 第一线积分 第一线积分 完全一样 懂了吧 而且这个普通对称性 只能用于 这三 这个四个 二重三重 一线一面 只用这四个 其他的不要套 其他的不要套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块 好 这是普通对称 融贯对称性 它是这样啊 稍微有一个要注意的 如果呢 待会 因为我们有一头二代三计算嘛 这个实际上 我们记住先讲过了啊 所以大家会理解一条 这个D大S啊 如果你像XO外面 来投影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的D大S呢 是等于根号下 一加上Z对X求偏导的平方 加Z对Y求偏导的平方 DXDY的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 换XY 注意啊 你把X和Y对调 你会发现了 这是XY 这写成YX了 Z不变 大家注意 DX是不不变 对了吧 加法具有交换率 乘法具有交换率 是吧 这DX不变的 能懂我意思吧 然后呢 只要Sigma不变 我们就称 这个叫做 轮换对线线 但是我前提 我一定要说啊 你如果对调XY 一定是往XO外面投的 这一点我们要强调 这个呢 叫做轮换对线线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计算了啊 把它再捋清楚 我们的计算呢 叫做一头二代三计算 Triple Star 我待会要讲一个 重要的大题 因为很久没有出 一型面积分的大题了 我们待会会看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从道理上来讲 这个是相对来讲 没有太多难点 因为第一条呢 你的一个Sigma 你一个圈面Sigma 第一步呢 它要投影下来 投成一个平面区 所以叫做一头 看到没有 把Sigma投成DXY 一般来说啊 我们都是往XO外面投的 二代 就是把Z等于ZXY带进来 看到了吗 就是把Z等于ZXY带进来 三计算 就是D大S等于 这个表达式 这就叫做一头二代三计算 在整个的这个 大题的考察过程当中啊 这个计算量是蛮大的 大家不要忘了啊 你画成这个以后 这里面需要做很多工作啊 一个是代入的问题 这个背景还是有时候不简单啊 常常与代数和几何 就是相当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里面的 像垂直关系啊 投影啊 旋转啊 距离啊 切片面 轨迹等 结合出题 这个待会儿 我专门讲这种题啊 大家在今后的练习当中呢 这个问题啊 要多做一些啊 按道理说啊 这个讲课呢 我们的讲课呢 是这就属于习题课 因为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18奖呢 是在面面俱到的 把这个内容给他做好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把我自己的所有题目啊 都认认真正的完成 我们可以一点待面 带着大家做一个 然后接下来问题 大家好好的把它都完成 啊 这样呢 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啊 到考场上的解题能力 待会儿呢 我挑这里面最综合性啊 最难的一个大题 给大家讲一讲啊 所以一头二代三计算 本身不难 但是看看你的计算能力 能不能过关了 好 这个待会儿我们来看例题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应用了啊 这个方面比较简单 当然打个星啊 这个重要啊 曲面面积是最爱考的 如果背景函数是一 这个我们到哪讲呢 我脑子里有这个题啊 到这个 斯多克斯公司里头 我会给你讲这么一个东西 啊 就是一个斜着的一个椭圆 他怎么求这个面积呢 一头二代 代就是一不用管了 三计算 还是算这个东西 啊 我们到斯多克斯公司里有的 那我每一个公司都有落脚点啊 这个请你放心 然后呢 在这里头呢 我们还会在这一间 你给大家留作业 是吧 然后呢 你做完作业看视频 这个曲面面积我解决 是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总质量 刚才说过了吧 你用面密度乘上面 这个这个面为分 那么这样得到的是 d小m 然后sigma积分 得到小m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一型面积分了 第三个 重心问题了 是吧 在公司是不是前面也提到过了吧 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只是把那个 线积分啊 或者三种积分啊 或者二种积分啊 改成一型面积分 其他的都不变 同时我依然强调 如果柔为常数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要如果算 sigma x d大 s 就可以写成 x8 行星 乘上 这个sigma的面积 sigma的面积 这个有时候用起来呢 很方便 最后一个是什么 各位 很好 转动观量 会了吧 这不是啰嗦了 光滑曲面拨片 对吧 那么他对x轴距离的平方 乘上dm 看到没 然后sigma上积分 对y轴的距离的平方 乘上dm sigma积分 对z轴的距离平方 乘上dm 对sigma积分 对圆点距离的平方 乘上rhodes 在sigma上积分 你只要把它套进来 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 这个1型面积分问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好 来看例题18.21 这个呢 是我们在考验历史上啊 为数不多的 这个1型面积分 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强调一下啊 1型面积分 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啊 就在我们后面 要讲到的 这个斯托克斯公式 它可以化成1型面积分 我后面会专门讲这种题 所以1型面积分呢 小题呢 比较简单了啊 那么大题来讲 一头二代三计算 那么大家需要做好这个 这个大级准备呢 要么就是这样 立体18.21这种 要么就后面的 斯托克斯公式 化成1型面积分 这个大级考一般 这样 看一下啊 sigma为 妥球面的上半部分 妥球面上半部分 点P 妥球面 上半部分 点P呢 是在sigma上的 啊 它为 sigma在点P处的切平面 如是 远点到 切平面的距离 你看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综合题啊 这很简单了啊 我们知道 求切平面和 点到面的距离公式 我们都很熟了 这不都是第17讲的 基础知识吗 是吧 2分之x方 加上2分之y方 加上z方减击 则 我们马上就有n啊 先写出来了 fx1'是x fy1'是y fz1'是2z 对吧 大家 你先把这个纳法 求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切平面方程 P 它的方程是什么呢 那就是x 乘上大x 减小x 点是x1z 加上y 乘以大y 减击小y 加上2z 乘上大z 减去小z 是不是得了 整理一下呢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表达式 x乘大x 加上y乘大y 加上2z 乘大z 那么减去小x 减去小y 减去2z 等于0 大家知道啊 P点是在sigma上的 所以根据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是知道啊 大家看着啊 那么就是x x2加上y2 加上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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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等于2的 对吧 大家 两个都乘以2嘛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你减去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2 也就是可以得到 x大x 加上y大y 加上2z大z 实际上是减去2 是等于0的 于是 我们于是 也就可以得到 那么这个表达式就出来了 那你写的 这不就是我们的派的方程吗 那这不派的方程不就有 对吧 那当然了 你还可以再写一下啊 你写成 2分之小x乘大x 加上 2分之小y乘大y 加上z乘上大z 等于1 是吧 -1等于0嘛 那你写等于 这也可以 都行的啊 好我书上写到这一步啊 然后现在来求 000 那圆点到平面派的距离 那么写成roll roll呢 就等于 那么这个绝对值了 那么不用啰嗦了 就带绝对值-1 -1的绝对值是1 能听到是吧 000-1 那么它绝对值是1了 然后底下根号是什么 它的平方 4分之x方 加上它的平方 4分之y方 加上它的平方 z方 这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roll 就出来了 对吧 好接下来继续啊 好我们继续来写 得到roll以后呢 它求的是z比上roll d大S 在sigma上的积分 是吧 那么不就是这不就来了吗 于是呢 我们的积分 sigma z比上roll d大S 它就等于 叫做一头 首先投影下来 这个投影呢 大家是很简单的 整个这个是 妥球面 往下头 往下头的话呢 就是令z得0了 令z得0呢 就是x方加外方 小或等于2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积分 d x方 加上y方 小或等于2 所以那半径就是根号2 是吧 一头二代 代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啊 这个里面 你是用这个dxty了 dxty那个z那就要改了 是吧 z那是等于 因为你是这个 球面嘛 是吧 所以根号下 一减 脱球面 脱球面 啊 因为你是 脱球面嘛 所以这就等于 根号下 一减去 那么一过来啊 就是 2分之x方 减去 2分之y方 对吧 是这个东西 是吧 row呢也在这儿了 所以他俩要待会拼起来了 等会再拼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 三计算 d大S 他等于根号下 1加上z对x 求偏大的平方 加z对y 求偏大的平方 对吧大家 好我们继续来啊 写一下了啊 这里面 z对x求偏导 他就等于 这个拿过来 大家直接求的啊 根号u求导 是2倍根号下 一减去2分之x方 减去2分之y方分之 那么上面要这个 这个u求导了 这个u求导呢 是-x 对不对大家 这个有了啊 同理呢 z对y求偏导 是等于 2倍的根号下 一减去2分之x方 减去2分之y方 上面是-y 是吧 好注意啊 是平方和加1 平方和加1呢 它的平方 这里变成平方啊 这就变成了4倍的 那么没有根号了 我当草口的写哈 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这个也是啊 这个1平方 这就变成5二一方 这变成4倍的 变成4倍的 没有根号了 对不对 是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之后呢 再加1 能看到意思吧 所以这里面呢 是有个比较 复杂的这个计算过程的啊 你要把这个要算清楚 所以抵达x就等于 好 那算一下呢 就是1加上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了 那么1通分啊 它的一样的 4倍的 1-2x-2y-2y-2 对吧 你通分上去啊 你把这个也通分上去啊 就不要写1加了 就变成 那么 4倍的 4倍的差 加上x-2y-2y-2 你这样说把它乘进去了 就是4-2x-2y-2 对吧 再加上x-2y-2 能懂吗 所以呢 这个不是出来了吗 它就等于 根号下 看好了 上面就变成了 4-x-2x-2y-2 对吧 大家 能听到意思吧 那么底下那就变成了 那么就是 4倍的 1减去2分之x的方 减去2分之y 知道吧 好 我们把它们整体带进去 开始看了啊 开始看 好 你注意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乳也别忘了画啊 乳的里面的话呢 叫做4分之x的方 加4分之y的方 加上z方 就是乳是吧 然后根号分之1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知道 这里面还可以得到 z方呢 是等于1减去2分之x的方 减去2分之y的方 是吧 所以它加上它 那么再加这个 实际上这个就变成了 我直接在这写了哈 它实际上是加上这块 是吧 它加上它 那么就是1减去4分之x的方 减去4分之y的方 所以之后呢 就变成了 1减去4分之x的方 减去4分之y的方 好 我们把所有的带进来 大家可以看啊 z呢 是根号下 看好了啊 是根号下 1减去2分之x的方 减去2分之y的方 这要出错啊 听好了 除以肉 那除以肉呢 相当于是 乘上 根号下 1减去4分之x的方 减去4分之y的方 对吧 大家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再用的空间把它去掉啊 这个肉就去掉了 z也去掉了 跟上 跟我跟上了 然后呢 我把整个的这块呢 把它挪到这边来 好 大家继续写哈 然后再乘上是什么 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 dx dx 那别忘了 这里乘上dx的方 误写了 忘写了啊 写在这 好 乘dxy 好 这样的话 再乘以 那是根号下 4减去x的方 减去外方 再除以 那么这个4开出去了 2倍更号下 以减去2分之x的方 减去2分之y的方 dx的外 对不对 大家 你看 这两个是不是约掉了 是不是 你看这个啊 你看这个啊 这个一通分 这个一通分 看看是多少 这个一通分 就变成了四分之是吧 就变成了四分之一 开始来是2了 分之4减去x的方 减去外方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发现 整个这个结果呢 它就等于四分之一 提到前面去了 积分d 两根号一去掉 是不是叫 4减去x的方 减去外方 dx的外 就了吧 这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 我们在什么 在一个 很简单 就是在一个 x的方 加上外方 x的方 加上外方 小或等于2 这样的一个圆上 做一个二重积分了 对不对 大家 这个计算量 各位是不是挺大的 最后 二分之三倍 这个二重积分 我就不算了 自己算完 在面积分里头 如果出大级 异性面积分 这种题 综合性比较强 大家要把握好它 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 我给大家留个作业 你们做到这个面积的 求下列曲面的积分 这个大家做一做 做完之后 来看我的 对这个作业的视频讲解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求曲面面积 这个曲面面积啊 它往往是有些个什么 复杂图形的 比方说 追面 y方加在一方等于x方 含在圆柱面内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表达式呢 实际上是比较好看的 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追行 追的话 你看就是x等于 根号下y方加那方 是吧 然后呢 那平方去掉嘛 也可以等于负的 根号下x方 负的 根号下y方加那方 是吧 所以它上下都有啊 上下都有 所以上面有一块 底下有一块 就是追是吧 然后圆柱面 圆柱面是x方加二方等于a方 那么不含z了 那平行于这个z轴吧 所以你看我们把z轴画在这儿上 这个圆筒子吧 跟它俩相交 是吧 所以求追面在圆柱面内的部分的面积 大家看是几个 你看这个字头 八个挂线都有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只用算第一挂线里头的这块面积就行了 能听读是吧 你只用算第一挂线里头的这块面积 实际上是八倍就可以了 我说对不对 是八倍的se了 是吧 好 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你这样分析的话 你又看这块是什么 大家就往这儿头就行了 你的s就是说 你的se实际上就低挂线的面积 实际上是积分 sigma d打s 对不对 明白意思吧 因为对1的积分 你算面积的 让大家看了 我觉得你看了 看了很清楚 它这个往x1面头的话 它头里面是不是这个面 能看出来吧 我把它往上放一放 你能看出来这个头里面上这块吧 那么这块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画个图你就看懂了 这块的话呢 这是x是吧 你要往这儿画这个y的话呢 没关系你这样画 大家知道啊 整个这个圆筒子被这个锥 就是它说说 锥面在圆筒内的部分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它这条斜持线呢 实际上叫做 这个是y点x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画了这个圆嘛 画这个圆的话 你截的不就这块吗 能看到意思吧 你截的这块呢 我们就是这块 这投影区域 对吧 因为你整个这个是个圆嘛 对不对 这是x方加上y方 等于a方吧 半径是a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是这个45度这个锥嘛 这样切的 能同意是吧 切的就结束这个 这个是几啊 这45度呢 这个很简单了 这是a了 这是根号2分之a吧 是不是根号2分之a啊 那么你算这个 我觉得很简单了 这一投 就投到这个dxy了吧 是不是这块啊 然后二带 你一带进来还是一了 三计算 是根号下 1加上z对x求偏导的平方 加上z对y求偏导的平方 是不是dxy 我说你听懂了没有 这不很简单了吗 是不是 好 你这个锥面啊 是写成的 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现在这个表达 事实上就很简单了 这个锥面啊 是这个 y方加对方 代言x方 是吧 那么现在 你现在往xy 就往xy面上投 那你需要把它写成 就是z是xy的函数 对吧 所以呢 写成z方 等于什么呢 把它挪过来 x方减y方 是吧 那么去掉的 开根号了 因为我们算低挂线 没有负的 所以z等于根号下 x方减y方 能听我意思吧 所以z等于根号下 x方减y方 我说你就懂了 它就等于 很简单了 你拿这个z对x球导 懂你什么 z对x球导 那不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 2倍的根号下 x方减y方分之2x吗 能听懂吗 这个还有我写吗 还有写的写一遍 z对x球偏导 它不就等于 2倍的根号下 x方减y方分之2x吗 就约了了吧 z对y球偏导 不就等于 2倍的根号下 x方减y方分之 负2y吧 这个2约掉了吧 那么平方和 那么就它的平方 那么就它平方了 它就没根号了吧 然后负i的平方 y平方没根号了吧 所以这样一加起来的话呢 它俩的平方加起来 等于x方减y方分之x方 再加上y方吧 然后再加个1 所以这个再加个1了 前面就没有了 再加个1 那么加上1之后呢 你看这个等于几啊 它就一通分嘛 一通分就加上x方减y方 变成2x方了嘛 所以呢 这个里面就剩下的根号下 x方加上y方分之 减去y方分之 这个上面是2x方吧 是2x方 那东西是吧 dx dy 然后呢 在这个xy上 做二重积分 我说清楚了吧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你看你怎么算了 就这样来吧 你y就行了啊 后极先逆线 后极y了 0到根号2a 是不是 是不是底y吧 你看是不是这样写的 0到根号2a 是不是底y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画条线 一条线刷上去 先交写下线 后交写上 这条线叫x点y了 x点y 后交写上线 这条线叫做x点什么 a方减y方开根号了 根号下a方减y方 叫点x 然后把背景函数往这里抄 是根号下x方减y方分之 上面就是根号2x 我解释清楚了吗 是不是就这个答案了 这个就好做了 这个错误一分 算定习分 往里一代就出来了 这个答案最后算出来 等于 4分之πa的平方 这也是一种考题 这也是一种考题 这种考题呢 就是说 做什么呢 我们要求的是 空间曲面的面积 在这块内容上呢 大家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低形曲面积分